第17题 有三条pH值变化曲线xyz如右图所示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说 X曲线可以代表在水中加入浓硫酸的过程 我们X原来是pH7 是所谓的纯水 然后它的减性越来越强pH值越来越大 所以这是在水中加减的状况 并不是加上浓硫酸酸的过程 所以选项A错误 选项B Y值线可以表示在水中加入氯化钠的过程 那么我们的Y一直保持的pH7 也就是中性 那么氯化钠也就是中性的 所以中性的水加上中性的物质 所以继续成为中性 所以选项B是正确的 选项C Z曲线可以表示 氢氧化钙水中加入水的过程 我们看到Z的pH值本来很小 然后就会越来越大 那么最后接近在7 也就是酸中加水的过程 C是酸的过程 所以并不是加氢氧化钙加水 因为氢氧化钙是碱性的 所以选项C是错误的 也因此选项诸说 以上这些正确当然是错的 所以第17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Y值线可以表示在水中加入 氯化钠的过程 就教材了 那么我们说 我们做完 超级的